到政治大報告 大家一起來解話 我是歐國珠 大家午安 我是王劉正 好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關心什麼 蔡英文總統的 英傑專案訪問行程 已經回到台灣了 給大家帶來的 全台灣都受用得到的禮物 那麼蔡總統說到 關於一例一休的問題 大家吵翻了天 但其實真的是誤會了政府 一例一休的問題 你必須勞房 你自己去找你的老闆 好好說清楚 好好來要 所以他要我們要自立自強 自生自滅 好 又真馬上把他衍生到 這個結果叫做自生自滅 蔡總統為什麼要這樣說 整體事件亂七八糟的情況下 他還是出國去訪問了 訪問回來之後 把責任全部推給了 全國的勞工朋友 那我們要政府做什麼 要政府來制定什麼 一例一休要做什麼 各家的老闆自己訂就好了 為什麼還有加班時數的上限 加班費的一個比例 通通要政府來訂 所以這個到底自立自強是什麼意思 我們今天待會兒帶您 好好地做分析 而接下來看到這個政府 這麼會推推推的情況之下 我們真的該自立自強 因為整個蔡政府 還有個很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接下來所有的工作 他們想盡辦法 要做的就是綁樁嗎 為什麼已經是 這個全面執政的蔡政府 接下來還修個地方制度法 要把所有連區長的一個指定權 讓市長 讓通通有權力來做指示 在這裡綁好莊之後 2018選舉才能夠贏嗎 看到這樣一個全面執政 最會溝通的政府 不知道觀眾朋友 你心裡要怎麼來看待 接下來還有這麼多的時間 要走下去 好 我們今天就請 葉宋先生先把我們介紹 今天現場來賓 好 首先介紹 知識媒體人謝函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曹圳市議員黃靖平 大王 還有知識媒體人邱明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知識媒體人胡小誠 大家好 還有政治評論員鄭師誠 國出又這樣大家晚安 好的 好 我們就趕快今天帶您去看一看 到底蔡總統這次是說了什麼 要我們自立自強的這番話 我們看到蔡總統邊說邊笑 哪說哪笑 也許他覺得很好笑 但是全台灣900萬勞工 全台灣2300萬人民 我保證除了他之外 沒有人笑得出來 好 我們說 我們常常在這個大包掛的時候 我就要探口氣 以前探氣是說 怎麼有這樣的行政院 以前探氣是說 怎麼有這樣的政府 怎麼有這樣的立法院 今天我們要愛醫生 怎麼會有這樣的總統 真的算我們運氣壞嗎 好 我們來說到了 以前的陳水扁總統 他說過一句經典名言 他說 當時這句話被罵翻了 不過細舊當中的道理 陳水扁也頂多是覺得 我運氣好 你怎麼樣 不過現在我們的蔡英文政府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是青出於藍 更勝於藍 他不但覺得自己運氣好 還把問題全部推到 你跟我的身上 好 剛剛你看那個畫面 蔡英文總統用非常輕挑 傲慢的謝則態度 來談一例一休這件事情 背景是在蔡總統出訪 要回到台灣的總統專輯上頭 依照網例都會 總統抓到時間 走到經濟艙 來跟記者先話家常 不過這個時候 是可以拍攝 可以訪問 可以做新聞的 不曉得蔡總統 是得意忘了行 還是心情太好 又或者不小心說出了真心話 當記者問到他 關於一例一休的問題 我們記者出訪也很辛苦 七八天都沒休假 所以半開玩笑跟蔡總統說 我們也想要一例一休 但沒有想到蔡總統口一開 讓大家都傻眼 聽到記者提問 蔡總統先回說 要一例一休 你們自己去跟老闆說嗎 有沒有看到這個手勢 我在學它 你們自己去跟老闆說嗎 還帶著非常輕挑的笑容 我先請問你蔡總統 這個法案是你在 10月3號的 執政決策協調會議當中 親自拍板 那麼方向是你決定 細節是你定調 等到法案上路出了問題 台灣物價起漲 勞工薪水沒漲之外 加班費沒了 休假也休不到了 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的政策出問題了 卻要我自己去爭取權益 請問政府的角色在哪裡 那麼你身為一個總統 說這樣的話得體嗎 好 繼續了 那麼蔡英文還提到了 有感而發 他說你看你們台灣就是這樣 勞方都不去自己跟資方說 就只會來跟政府抗議 勞權誰剝奪的 你剝奪的 勞權誰拿走的 你拿走的 我口袋的薪水 誰把他給清空的 你清空的 既然都是你 那為什麼 我們不能跟政府抗議 為什麼 我們要自己 去跟老闆爭取權益呢 再來 曾經你說過 如果講話第一次我聽不到 第二次大聲一點 第二次聽不到 第三次你可以拍桌 但是我告訴你 蔡英文總統 雖然大家不只拍桌 都掀桌了 都快放火把房子燒了 你還是裝聾作啞 那我們在政府這樣的態度之下 要如何去跟資方反映 期待政府保障勞權呢 繼續下來 蔡英文總統 甚至還滿肚子苦水 而且還跟記者抱怨說 你們這些台灣人 政府現在都公親辯士主 你們要自立自強 為什麼現在面對勞權 都沒有聲音了呢 我請問一下蔡英文總統 挑起勞資 勞資雙方對立的是誰 就是你的一立一休政策 你從來都不用當公親 但是你挑起了爭端之後 你就是施主了 抱歉 你是施主 你就應該幫我們解決 為什麼要我們自立自強呢 如果要自立自強的話 那政府廢掉 你下來 不要當總統了 我們什麼都自立自強 也不用靠你政府了 不是嗎 好 剛剛說出這麼輕挑 傲慢的謝澤之語之後 總統府忙著出來滅火了 他們大概知道 事情大條 蔡總統失言了 在飛機上沒有讀稿機 不小心講出了他內心 對勞權蔑視的真心話 總統府趕緊跳出來 發表聲明 他說 我跟你們說 修法之後 其實對勞權的保障 已經跨進了一大步 因為資方會不滿意 表示這個一例一休 對勞工的權益保障 是實質是真實的 我真的不曉得 總統府蔡英文 你們活在哪一個平行時空 資方不滿意 代表對我們就是好事 問題是勞方也不滿意 所以總統府 把眼神黃崇雁 你出來講的這番話 是不是失言乘以二呢 我告訴你 真的是 因為連你們的職政黨立委 都看不下去了 說這一例一休 現在真的是怎麼做 怎麼錯 那麼藍營人士 更是精確地點出了 我們想跟你蔡英文說的話 首先看到的 有人說這個勞工 果然是最軟的那一塊 像麻糬一樣 被你蔡英文 倒啊倒啊倒的 越倒越欺負 那麼越剝削權益的話 這勞工權益對你來說 是越好吃下肚的 再來看到的是 閻寬恆周立委 他說蔡英文 你講出這麼輕挑傲慢的 謝澤之語 只能給你87分 北七分 不能再高了 還有羅志強更是精準 他說蔡英文 要勞工自立自強 但我覺得是自求多福 剛剛我在國序旁邊告訴你了 自求多福都算客氣 我覺得蔡英文的意思 是要我們自生自滅 為什麼要自生自滅 因為政府要忙著綁裝 故2018還有2020的大選 來 我們來看看這張手板 首先看到的是 現在傳出最新的消息 民進黨的執政黨立委 大概四個人提出了 所謂地方制度法的修正案 未來直轄市及各區的區長 改為市長可任命機要人員出任 簡單來說 台北市大安區有個區長 這個區長以後是非常任文官 也能出任 就有什麼問題呢 現行的制度是區長 市長可以自己任用 沒錯 但這個人必須要有 常任文官資格 不過民進黨修法的意思是說 把這個限制拿掉 以後阿狗 阿貓阿狗 親戚朋友 叔叔 爸爸 爺爺 姐姐 弟弟妹妹 全部都可以去當區長 只要市長高興 好啦 民進黨有話說 他們說 從執政團隊的角度來思考的話 這區長不要侷限在 常任文官的體性當中 可以更加的貼近民意 話說得很好聽 但我們直接點破 這個動作就是綁裝考量 把區長當成了綁裝工具 好 怎麼說呢 我們看到了提案的三位立委 包含了羅智政 包含了陳廷飛 包含了陳其邁 不要忘記 上個禮拜我們節目都談過 羅智政想選新北 那麼陳提飛想選台南 而陳其邁在高雄民調最高 換句話說 一旦這區長改變成 由市長自己任用 而且不限定任何限制的話 這些區長全部都會變成 他們的大樁腳 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就以新北為例好了 那麼新北現在多了 二十幾個區長可以任命 他並不是多了二十八張選票 而是多了二十八個大樁腳 每一個人一千票 二十八個人有幾票呢 再來看最多的台南 等於是台南市長 會多三十七個區 可以來任命區長 三十七個區 一個人一千票 三萬七千張的選票 民進黨你們吃相 會不會太難看了呢 另外再來看到了 如果你強制的修法 修正地方制度法的話 除了讓整個法律變成綁裝工具之外 還可能打擊文官士氣 畢竟這些常任文官 本來可以當區長的 都是經過歷練 經過培養的 現在我書讀那麼多 參加國家特考 還在公務機關裡面 在那邊熬啊熬的 在那邊執伏 但是以後我都沒有用了 因為誰都可以當區長 再來一個部分呢 是區長如果以後不是常任文官 是由市長親自任命 那這個人肯定是機要 如果他是機要的話 誰敢監督區長呢 綁裝工具 打擊士氣 還無法行政中立 這是民進黨修法的考量 只有一個叫做綁裝選舉 另外行政院現在也做出了財事 讓人覺得啼笑皆非 你們綁裝為選舉 也吃相真的太難看了 好 行政院在去年底就分析說 公關公司政治背景的提示資料 發給各部會 告訴你們說 以後要發標案的時候 參考這份我們提供的背景資料 換句話說 如果不是跟民進黨比較好的 不要發給他第一 其實政府在發標案的時候 都是公開招標的 今天你行政院發出這樣的聲明 給各個部會 是不是代表未來沒有行政中立 我只圖利對我有善的廠商 再來 我都圖利你這個廠商 我都把錢給你 讓你來發包 讓你來標下政府的標案 那麼你相對而言 是不是也是我的大樁腳之一呢 我們知道這些政治公關公司 在地方上是有一定的影響力的 行政院想要綁裝 立法院想要綁裝 整個蔡政府 從一例一休 到姓平婚姻 到接下來的年金改革 沒有一件事情處理得好 高了台灣遍敵烽火 但腦子裡面想的 通通只有選舉考量 我們先來看相關的報導 回到節目現場之後 從蔡英文總統輕挑傲慢的謝澤之語 帶您好好監督政府 你怎麼會來聽 你怎麼會來聽 村里長多功能 照顧小孩保管紀錄 選舉期間 還要幫忙衝高投票率 爸爸我們現在有什麼 我們有空的 有立委提議要發給村里長年終獎金 而內政部也都是舉行會談 但這一發下去等於全民買單 若要發就要比照公務人員 每月村里長有事務補助費4萬5 成以1.5個月 每人可領6萬7千5百元 而全台共有7千8百51個村里 等於要多出5.3億的經費 除此之外 民進黨立委更提出 修改地方制度法 要把區長改由市長 以機要人員派任 而非文官升任 埃批失去專業 任用親信 根本是破壞文官制度 做過永和市八年的市長 我們在整個市政是全方位 沒有男女之分 但是你今天要是改機要值以後 它完全就不一樣 仇佣再仇佣 綁莊 綁莊 再綁莊 這個仇佣跟綁莊 是從中央到地方一條線 大小通吃 這個修法的目的 主要從所謂的行政效率 跟效能方面來切入 沒有所謂綁莊的問題 那用這種標籤式的說法 並不足以客觀的討論 提出這項法案修改的 正式民進黨立委 羅志正 陳廷飛 陳其邁 以及陳賴宿美 其中有三人 陳初遙角逐新北市 台南市和高雄市長 被質疑是為2018做準備 這樣子比較能夠貫徹 縣市長一條邊上面 處理民政系統的事務 所以有討論的空間 蔡英文政府他的治國 心中只有分官而已 並沒有把經濟 把民生擺在優先的考量 2018選戰被視為 是蔡英文總統執政的期中考 綠營想方設法拼及格 想花納稅前顧票 就怕人民不會買單 繼續報導 好 蔡政府上台將近要八個月 真的是好忙好忙 沒有一個政策做的 是讓大家能夠滿意的 但現在已經望遠到2018跟2020 但年輕問題先解決 這才重要 關於這個自立自強說 原來蔡總統回來 帶給我們大家禮物是這樣子 一力休解決不了相關的一個 不管是漲價等等的 勞資對立的問題 現在反而要我們自立自強 先起叫海明哥 蔡總統剛在飛機上那一段畫面 我相信你看你已經很有感 我們選出來總統怎麼會是這樣子 小英真的是因為是千金小姐 不理解百姓的苦 還是說想了半天出國 那幾天想辦法回來 怎麼面對一力一休 我想這個自立自強的說法 我們公親變勢主 我才可憐 這樣人民會接受嗎 她的態度輕調 我覺得她並不是千金小姐 不懂得民間疾苦 而是她根本就不在乎 她根本無所謂 那是你家的事 跟她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從頭到尾 就覺得民進黨在搞這一力一休 根本就是在打假球 實際上為什麼 非常簡單 因為他只是推出了這個政策 然後到底怎麼執行 所有的配套的東西 他從來沒去提過 然後現在出了一大堆問題 他就雙手一攤 那你們到底是什麼 跟我有什麼關係 你們自己說要通過一力一休的 當初本來國民黨說要通過兩力 不是更慘 所以我現在已經不錯了 你們還打算怎麼樣 你看他那個心態 就非常沒有明顯 他居然能夠講出 他是公親變世主 我拜託你從頭到尾就是世主好嗎 這個政策是你提出來的 綜化民國發生所有的事情 難道跟你政府沒有關係嗎 不是都是你要去負責嗎 如果你都不用負責 那我們選你幹什麼 你根本就不需要出來 我們任何 我隨便叫路邊一個人 我給他10塊錢就要當總統 搞不好比你好 你根本就亂搞一通 我說真的 他居然能夠講出 自立自強這句話 真的是 我覺得所有人聽到 應該覺得非常非常悲哀 我為什麼說他打假球 他除了一力一休 沒有配到措施之外 其實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他其實根本 從柔到尾 連勞檢都不願意去執行 他把勞檢的預算都刪掉 你勞檢如果沒有徹底執行 你怎麼能夠保證一力一休 可以執行 你根本就是一個很荒謬的事情 而且我必須提醒蔡總統 今天在你飛機上的所有的記者 全部都已經違反了一力一休 為了採訪他 你帶了一整個飛機 全部都是違法人 大家跟你一起出遊 問題是 這就是你自己的政策 造成的結果 因為你完全沒有任何配套 你完全不考慮整個現實狀況 所以今天就總統帶頭違法 帶了一飛機違法人 飛到全世界各國去 就是這樣一個結果 當然對蔡英文來講 他也不在乎 反正干我屁事 你們自己去解決 你自己去跟老闆爭取 我拜託蔡英文小姐 我告訴你 台灣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公司 是沒有工會 所以你根本就一般的員工 根本沒有機會去跟老闆 什麼要求去做什麼東西 那根本不可能 那事情 只有真正中大型的公司 才會有工會 才有那麼一點機會而已 一般台灣絕大多數都是中小企業 他怎麼去跟老闆深訴 他講完第二天 他是不是就不用幹了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一個結果 這就是需要你政府出面來 支持的東西 所以你今天絕對不是公親 你一直都是氏主 拜託你不要忘記這一點 還有以後你要執行 任何政策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任何配套措施 我拜託你不要再繼續鬥 因為你這樣只是丟人線眼而已 所以現在蔡總統 用我們自立自強 聽到自立自強這個話 我就想到一個人 這個人叫做小甜甜 為什麼 小甜甜從小生長在孤兒院 而且命運刻苦 但是因為他自立自強 最後還是找到人生的幸福 所以蔡總統 你現在是要我們每個人 都效法小甜甜的精神 自立自強 自己想辦法 自己的荷包自體救 自己的物價自己降 我們自己的總統 可以自己罷免嗎 好 來 茗玉 小甜甜你要講 我們五 六年級 六 七年級 我不知道七年級 是還有沒有看過小甜甜 對不起 我沒有 沒有 調裝年輕 36年前的卡通 小甜甜最後一句 就是這個 自立自強又欣欣 遷徒光明又灿爛 對不對 是不是 沒錯 大家都聽過了吧 蔡總統就是把小甜甜 當成偶像 你們自立自強 你們的前途就會光明又灿爛 怎麼會是小甜甜治國 我現在還原當天的一個情況 就是就我們有隨機採訪的記者 是表示說那一天就是 你知道嗎 就是在出訪的最後一天 就是蔡總統要回城了 照網立 總統都會到後機艙來 然後就是跟記者來含暄 話家常這樣子 就我了解是說 總統他突然來 然後他也不曉得說 記者會問什麼問題 當時大家是有慣例說 這個東西是不發稿的 對 就我們講到 總統講了這句話 講了這件事情 當然是很重要 就對我們所有新聞來講 他講說你們這個勞工 要自己自立自強 可能是這些記者是討拍拍 因為你知道嗎 就是大家都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我們的一例一休 不是就是說你坐滿七天 至少兩天要休假嗎 但是總統這一次的出訪 是八天七夜 你明顯的就是違反了 超過一例一休 大家就質疑說 你政府是帶頭違法 事實上這中間有一個美感 就是所有的隨團出訪的記者 在行前 都已經先簽了同意書 對 可是問題是 但是大家都就是就會懷疑 就是說你這個是 逼這個記者 他們就先同意書 不然你是不能出訪 自怨過勞 對 就是你自怨過勞是這樣 大家就有疑問 就說你這不是政府帶頭違法 所以記者才會看到總統 就開始想說 總統我們要一例一休 因為所有的人 跟出團的這一團人 都已經超過了 都已經工作了八天七夜 都已經超過了一例一休的範圍 所以大家是要跟總統講說 是要抗議的 沒有 總統講說 你們自己去跟你們自己的老闆講 這個話後來有一個記者 就先發了這件事情 後來還被總統府發言人 黃崇雁給就是賀止 就是有被罵 就說 一直就是說 我們這只是畫家長 不能發新聞 你怎麼發了新聞這樣子 但是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跟馬仲通過那麼多次 沒有一次這種東西 他不給發新聞 對 所以這不是慣例 這不是慣例 我們常看到 在候機艙下畫家長的話 你都看到 這個發什麼 就是第一趟起飛的時候 他要先過來打招呼 就是飛機飛不領空 拉頂之後 他就會過來打招呼 回程快到的時候也一樣 所以這不是慣例 總統府不要胡說八道 沒有慣例 他會走到飛機的機艙後面 跟記者打招呼 感謝記者這幾天來 然後跟主辦受訪 然後輪流握手 然後攝影機會對著他拍 所以你不要亂說話 總統府也不要亂說話 這不是慣例 因為黃崇雁就是怕 你看這段話出去 所以想要滅火 事實上不只馬總統 其實我們跟扁出訪的時候 其實這個也都是可以發的 而且說實在的 我覺得不管是你在畫家長 或者是說 你真的是在發表正式的言告 你的身分就是總統 也不見得是說 你跟記者畫家長 你的身分就不是總統 而且你跟記者畫家長 不是代表你講出心裡話嗎 你的心裡話 就是要大家自立自強 他以為不會發稿 所以就大方的講出心裡話 其實這件事情 聽到我自己身為記者的耳朵裡面 其實我自己心裡也滿難過的 因為我們記者其實是 最常過勞的那一塊 話講過來了 我也贊同就是 韓明哥剛剛講的 就是說事實上政府在這個角色 他其實是世主 根本不是公卿 你不能就是因人而異 譬如說你解決了 國道收費員的事件 你解決了華航收費員事件 你就跳出來說 這是政府 就是政府存在的意義在此 你解決了 你就把這個功勞 都攬在自己身上 就說這是政府該做的 現在就是勞工有抱怨 現在變成資方有抱怨 你勞工有抱怨 民眾有抱怨 你就說我是公卿 我不是世主 就是對你有意的 你就全部攬在自己身上 就說我是政府該有的態度 現在政府解決不了 就說你自己去找世主 我變我是公卿 這樣子感覺是很奇怪 我最後要講的是說 我覺得就是從上到下 包括我們這幾次看到的事件 包括張曉月碰到兩岸事件 他就說生命自己會找到出口 講到春節塞車的時候 你賀神蛋就說 我們交通部不會去背 春節要不要塞車的十字架 現在碰到勞工事件 小英就說 我是公卿 不是世主 你不要來找我 感覺就是說 你所有事情都要自己解決 你不背十字架 生命自己會找到出口 我要你這個政府做什麼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如果真的 我自己可以過得好 我要這個政府做什麼 所以我會覺得說 尤其最後一粒一休的事件 不管是一粒一休 這個遊戲規則 權力 義務 全部都是你政府 自己設定規範的 你現在大家有抱怨了 你當然有必要 要出來解決事情 不然說真的 你下一次 如果還是這樣子不沾鍋 現在大家以前都說 它是空心菜 現在變成不沾鍋 現在又變成空心菜 公清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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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心菜變成公清菜 我覺得下次的選情 就會滿堪憂的 真的是堪憂 因為現在人民生活 真的是非常之堪憂 除了這個自立自強說之外 其實還有什麼 不要問我 去找你的老闆 這句話 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勞工 你敢找你的老闆嗎 我們待會兒回來繼續討論 好 持續關心一粒一休的後座力 這個後座力 就有在蔡英文總統的 英節之旅回來之後 全部回歸到所有的 勞工朋友們的身上去了 蔡總統 這段話 現在馬上成為大名言 因為台灣就是這樣子 任何有問題 自己不去跟資方說 就直接來找我們老闆抗議 那麼最後要政府變成公清辯士主 講到公清辯士主 這句話還真的就是蔡總統 內心最真實的一個聲音出來了 搞了半天 這個政府存在的價值究竟在哪兒 因為並不需要來負責任 我要請教靖民哥 其實這個勞工休假問題 在馬政府時代 就已經在做研議了 我們還記得還沒上台之前 他只是不准 當時的勞動部長 陳雄文提的案子 全靠推回去 我上台之後 我們自己再來搞 最新的一個調整 結果到現在為止 那麼多的問題的情況之下 無法解決 所責任全部往外推 推偉的政府 那麼馬政府時代問題難解決 他也不會說我是公清 公清辯士主之後 就真的這個事情 全部我們自行解決 他只想當公清 當公清 其實剛剛國主的意思就是說 國主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當公清 所以這是另一種事 是你勞方跟資方 你們搞不定 我來幫你們當一個潤滑技 問題是這個戰爭是誰挑起的 不就你挑起的嗎 就挑起的人說 我不是世主是公清 神邏輯我聽不懂 我們先講公清這個角色 在我們一般民間來說 其實是要找一個很有聲望 又有這個德旺 德高望重的人 一般民間我們傳統的鄉下 或者是一般處事的方式 還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當 然後做一個中間的協調 跟仲裁者 剛剛其實寒冰哥跟這個小鈺 或是佑正 國書你們提到 不管是政府 他之前是士主 士主涉案到什麼程度 涉入到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把這一把火攔起之後 你自己又要去擔任這個公清 當公清擺不平 就是因為現在勞方不爽 知方也有怨 所以公清擺不平 他趕快把這個公清的踢皮球 用這種推偉責任的方式 把他這個踢皮球踢開 所以公清其實不是那麼好當 如果政府當然自願當公清 那當然很好 但是因為蔡英文 今天講出這樣的話 表示說政府魅於現實 尤其是政府的領導人 他不是對整個情況不了解狀況 就習慣了火燒到我這邊 趕快踢開 這不關我的事 你們自己要去協調 當初不就是找你嗎 你要這樣講的話 公清變四祖 政府的角色 到底是不是公清變四祖 像蔡英文講的 蔡英文今天這樣子 自自懶懶的 自言自語 講出來這個勞工自立自強 這一般話真的是自欺欺人 我要講的是 第一個 他要講的 告訴勞工就是 在這個年關將近 廣大的八 九百萬的 中華民國 台灣的勞工 你們要自求多福 這就是他講話第一個含義 不要什麼時候來找政府 勞工自求多福 但是這樣鼓勞勞工 直接去挑戰你的公司 形同一種政府鼓勞勞資對抗 這是不是又放另外一把火 你的火燒不完 你等於又鼓動這個 勞方對抗之方 講出那樣一個自自然然的 自言自語的語言 這不是可能形同讓勞方 受害更深嗎 我就是相信你政府 而且政府你握有公權力 又有這樣的一個實權 又有這個預算 而且剛剛講的 馬政府當時 陳雄文的這個被你們擋下了 你們要直接說我們要自己跳下來做 後來你們用了這個郭芳育 現在郭芳育跟他的所謂的勞動部 也就是包括你林權內閣蔡英文 你就是要蓋瓜承受 你難道不用負一個 用勞動部部長是誰 勞動部的整個責任嗎 你這個難道不用負責嗎 這個本來就是你可以負責 再講 我說公親辯士主 不是沒有潛力 都是你蔡政府自己跳下來當的 華航員工的這個工會 空服員工會跟華航公司抗議的時候 你這個蔡英文跟林權 當時第一次你蔡英文上任 沒多久之後你要出訪 這是不是你自己要跳下來做公親 你是不是要這個林權趕快去處理 然後林權是不是趕快又把交通部 然後交通部又趕快去找華航 又趕快去處理 處理到現在有什麼階段 空服員工會還是不滿 還是跟這個華航繼續的對抗 甚至走上司法 你公親一樣角色沒扮演好 再講一個公親辯士主的案例 當時國道收費員跟遠東大企業 徐旭東的這個爭議 你這個蔡英文不是也是公親辯士主嗎 你要把這個蔡英文 你把這個徐旭東叫到總統府來 還很阿拔的就叫他硬吞 除了全民 剛全民之凱 拿4億多元去貼補 國道收費員之外 你還叫這個徐旭東 你也出一半 你這不是一個公親辯士主的 典型的案例嗎 所以在在顯示 政府你在很多的決策方式 我剛剛講的國道收費員 是一個例子 華航的這個公服員工會抗議 是一個例子 全部都是公親辯士主 這一次的一粒一休 剛剛講過這一把火就是你點燃的 好 你說是要去找你的老闆 叫這些勞工去找你的老闆 那我問你 一粒一休不是只有勞工受到影響 全部的軍公教 還有政府的機關 所有聘僱人員 是不是都受到影響 他們要去找他們的老闆 他們的老闆是誰 就是你蔡英文 這些公務機關立法院的司機 想要加班 一個月5000到1萬沒得賺 然後這些立法委員 要白天或是晚上要去 加班要去跑行程 也沒有這個車子可以申請的 全部都是受到影響 然後政府機關裡面的公務人員 還有包括我們上次節目 都講過好多 還有清潔隊什麼 全部都是增加預算 這些全部衝擊到 這些難道不是 只是去找鄉鎮市長 或者是縣市長處理而已 他們在上面還有頂頭上市院長 院長跟部長 上面還有一個頂頭上市 大老闆 最最大的老闆 就是蔡英文總統 難道你不是 所謂這些軍公教 公務人員 還有包括政府機關 約聘僱人員的老闆嗎 你就是鼓勵他們要找你 人家來找你 你又推開 所以這一種公親變世主 然後叫這個員工 勞工 你自己想辦法 我覺得真的很要不得 把這個所有的責任 這個叫什麼 我一推256 我就雙手一攤 怎麼樣 我處理到這個不行 你們後來後續自己去協調 所有的民眾 你可以看得清楚 這就是蔡英文的決策的方式 今天這還不是文青 或是把大家當成小甜甜 這個根本是叫你們自己改 這個二頭請雅雅雅 隨人告死命 你們自己自己去找自己出路 不要來找我 剛剛敬平講一個很重要的點 今天蔡英文最糟的狀況就是 他不停的自己放火 把自己拿火快要燒 快要燒到自己的時候 他又馬上跳開 所以燒死的跟他遠遠都無關 燒死的都是你們 反正我放了火我就跑掉了 等到他放了火 民眾向他求救說 政府趕快救我 蔡總統來救我 他就講說這火關我什麼事 是你們自己放了 你們自己想辦法 這是最要不的態度 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解讀蔡總統說話 背後的涵義 他除了推卸的責任之外 他還在討拍 他在裝可憐你知道嗎 來 我看到這句話 他說你們想要休假 想要一立休 那不要跟我說 自己去跟老闆講 你們老闆都不自己去跟資方說 就只會來跟政府抗議 這是蔡英文說的話 你看到了嗎 他在跟記者討拍 他在跟勞工討拍 說你們自己去講 不要都只會來找我抗議 但是回顧過去他怎麼說 他曾經說 講一次不聽大聲一點 講兩次不聽你就拍桌 而且選前他說 勞工是民進黨永遠的朋友 選後他說 勞工是我蔡英文心裡 最軟的那一塊 最軟的那一塊 又是永遠的朋友 又鼓勵我們上街頭 向政府表達意見 但真的出了事之後 蔡英文反倒反過來 跟勞工討拍 小誠哥 對 民眾對於政府作為 如果有異議 或者有不同聲音的時候 通常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的話 就是所謂的無病聲音 我們台語叫什麼 叫做靠腰 第二種是什麼 第二種的話就有可能是 就所謂的不平而民 但是我覺得現在目前 一個最大的問題 是我們的一個所謂的執政者 包括他的執政黨在內 我覺得為什麼要把執政者 跟執政黨合在一起 因為現在叫做完全負責 在完全負責的情況之下 我們感覺起來 就好像我們現在目前的執政者 把這種所謂的人民的意義 這種聲音的話 當成是什麼 靠腰 為什麼這樣來講 你當你把它當成靠腰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什麼 所謂的執政的傲慢 所以我現在可以看到 一個所謂的執政的傲慢 另外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為什麼我不懂一件事情 為什麼這件事情 他會是公親變世主 這個部分 這個說法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認為我們現在目前蔡總統 用了一種方法叫切割法 什麼叫切割法 他告訴你 我跟你講 當初為什麼會做一例一休 為什麼會有所謂的加班制度 為什麼會取消這七天的假 原因是因為你看 當初資方的時候要求就是說 今天勞工跟公務機關 應該併在一起 併在一起的時候 一起休假 一起上班 對不對 這是所謂的資方的要求 那勞方什麼 我記得勞動部曾經 有公佈一個數字 他說為什麼今天要推行 所謂的一例一休 一天立假 一天休假日 他說因為有四成的 這樣的勞工 他並沒有去達到所謂 現行的一個規定上面 符合的一個配景跟要求 所以基於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把這兩個東西併在一起有沒有 然後融合完之後 就現在我們現在的制度 來 各位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從這樣子的一個 整個制度要推行前的時候 勞團有沒有抗議 有沒有提指抗議過 沒有過 一直沒有抗議 沒有過 既然沒有過的話 怎麼都沒有聲音 是我們的聲音一直在告訴你 這樣行不通的時候 你有聽進去嗎 沒有 你照樣去把它執行 在立法院照樣通過 誰通過的 這個是執政黨的這些委員們 立委 朱公們有沒有通過的 既然立委 朱公們通過了 你怎麼可能會是公親 你從頭到尾就是個世主 所以不要切割 這是我第一個看法 第二個是什麼東西 現在你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現在勞動部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當你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就想說 我跟你講我就要討好這個 我要討好那個 結果討好完到最後的時候 他都沒想到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執政者 你沒辦法去推演出來 未來的可能性 你就不配做一個執政者的角色 為什麼這麼說 今天你把這個加班費提高了 休息日的時候前兩個小時 一又什麼三分之一 一又二分之一 這樣子這樣調上去 當你調上去之後 資方會有一個做法 老闆們會怎麼做 我今天有沒有 你這樣搞 我就明天就這樣弄 就這樣怎麼弄你 很簡單 我就不讓你加班 第二個 我如果真的硬製要加班的話 怎麼辦 現在目前有人力派遣公司 純純欲動 過去的時候 我就曾經有警告過勞動部 你要小心這個所謂 人力派遣公司 這樣子的一個純純欲動 如今有沒有 更是有法院依據的 我今天就這樣搞 搞完到最後的時候 倒楣是誰 我們今天有沒有受僱的勞工倒楣 那種所謂臨時 臨時派遣的那種的話 一樣被剝削 有沒有解決 沒有解決 第二個是什麼東西 我們的底心制的問題 這個是屬於結構性問題 你有沒有去面對 去改善過 也沒有過 如今的話 就弄一個休假方式 告訴大家 我跟你講 天下太平 勞方有沒有 你這樣要求 我跟你講 我把你做到了 資方你這樣要求 我也做到 做到最後的時候 結果是被大家罵到一個鑰匙 這樣罵到鑰匙的話 你怎麼可能有沒有 今天是公親 因為你從頭到尾 你都沒辦法去脫掉任何的關係 如果說今天 你不能苦民所苦 你還要大家有沒有 跟你自自然然的話 那我都覺得大家有沒有 就自取滅亡 好 我們從自立自強 到自求多福 到自生自滅 現在變成自取滅亡 如果在蔡英文總統主政 才不到八個月 已經走到這個境地 那真是非常的可憐 也恐怖 我們待會繼續來看 總統責任都往外推 我們為什麼要選他 我們待會繼續分析 阿里秀的問題 從蔡英文總統上任之前 到上任之後 一直到現在 都還沒能夠解決 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看到蔡總統的傲慢輕挑 現在看到的是謝哲 我們來請教施誠哥 好 這樣子看來 這個事情應該到此就該結束了 反正蔡總統都謝哲謝完畢了 對不對 還有各部會 還沒有繼續謝哲 待會兒來講 我跟你講 今天有一個車禍是這樣子的 彰化有一個白色轎車 撞了個稀巴爛 然後這個警察到了現場 就看駕駛坐在旁邊 他說是車子是你開的嗎 沒有 別人開了 就開始撞成這樣 然後人就走了 真的還有一個人嗎 對 有一個人 結果發現警方發現說 根本沒有別人 就是他一個人 然後酒車值1.23 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們現在這個政府 就是類似這個酒駕的司機 自己把車子撞爛了 說是別人幹的 所以他不是氏主 他是公欣 你知道嗎 不對 現在的狀況是 他酒駕把車撞爛還撞死個人 結果他說不是 不是 是那個人跑出來被車撞的 根本無關 這個更貼切 你知道嗎 酒駕出車禍就算了 魂魂惡惡的在執政 這非常糟糕的 所以首先我要對賀成淡部長 說聲抱歉 不好意思 原來你們的政府 不只有你一個人不背十字架 你的老大也不背 對不對 你們一力一休之後 處理的事情 你們自己有錢 跟我沒關係 原來大家都不背十字架 可是各位請注意 如果是真的公親也就算了 對不起才發生了事情 因為一力一休所發生的爭議 所以1月10號 工總希望放寬所謂公時的限制 然後行政員說 對不起準時上路 然後結果我們勞動部 同意採取周日彈性公時 還記得嗎 現在我們的周六日是彈性公時了 你周六日上班 不見得算加班 因為你的假日可以挪到周間去修 你是公親嗎 你現在變市主了 因為企業的需要 所以你現在是市主 你沒有完全當公親 你怎麼不要跟企業說 這個六日你加班費這麼多 對不起 你們要自立自強 沒有 所以你不要以為他一路當公親 他根本就是一路當市主 我覺得我們這個政府就是這樣 就是當我有利的時候 我就是市主 當我不利的時候 我就是公親 所以才會有賀成蛋 今天如果這個政策是好的話 你會說 我不背這十字架 都是我們這個政府英明 如果一利一休 到現在非常完美的話 你會說你是公親嗎 你當然是市主 我們這個政府一路以來 都是這樣的態度非常糟糕 就是我當我做了事情之後 我看結果 結果不對牌了 對不起 這個是跟我沒關係 都是你們在做的 還記得嗎 當初他反對陳雄文的案子 跟他們現在推案子 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就是當初民進黨說 不行 這個案子不能 對勞工不利 結果現在出來推以後 人家說你為什麼跟民進黨 為什麼跟國民黨一模一樣 這就是國民黨的案子 人家說國民黨下台 比方老師講這個 我認為現在這個政府 就是因為他答應了企業 要推一利一休 所以他非推不可 推出之後所衍生這些後遺症 他完全沒辦法掌握 於是乎他就 你們自己去解決就好 剛剛佑聖講的 你們自己去處理就好 我只處理到 就跟那個庸醫一樣 拒劍法 對不起 胡病患 那個劍子射到你腦袋對不對 我外面拒掉了 一立休我解決完了 來賓的事情 你們家的事情 不要再來找我 不要再來找我 警告你們 不然的話下次 你不要跟我去出國了 你連出國的機會都沒有了 這就是我們現在政府 所以很多事情 你才上台多久而已 才上台多久而已 幹了這麼多事情 我覺得我們政論節目 非常謝謝我們現在的政府 每天都有新的話題 等我們話題 還沒講完 一個新的話題又進來的 可是對不起 我們並不希望這樣子 我們希望我們的政論節目 以後能探討路數 怎麼沒有減 或是這個地磚怎麼不平 當我們討論這個事情以後 或許沒有說是 可是表示我們這個國家 國泰民安 這是好事 每天都讓我們 能夠有很多的話題 這對整個政府 或是我們的一般人民來講 不是件好事 剛剛施誠哥的比喻 非常非常的精妙 非常的 就是很符合現在的狀況 一隻劍射到頭裡面 一扮在頭裡面 結果蔡英文現在 他就是射箭的人 射了箭射到頭 他跑過來 幫你把外面露出來那一段折掉 就跟你說你好了 你沒事了 你好棒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我覺得 我想問一下賓哥的事 除了蔡英文 我們講他的謝則之語 我覺得大家可以回顧一下 或是上網去看一下 他在講這個話的時候的態度 這第一個問題 他的態度是 非常的輕鬆 面帶微笑 在談這一件 傷害了全台灣900萬勞工權益的 事情的政策 而且是他推的 大家看一下他的態度 是面帶微笑的 手插腰的 還手拿出來指指點點的 所以這個部分 第一個凸顯的是他的真心 我真的就是這麼覺得 我是公卿 我不是市主 這是你們自己要想辦法的事 第二 這個場合顯然不會有讀稿機 所以沒有讀稿機 有出待機 來 賓哥 是 所以第一個 我們要提醒一下蔡英文總統 以後記得隨時隨地 把讀稿機帶在身邊 因為你沒有讀稿機 你真的就是會講錯話 這個真的 真的 我覺得你是一樣 他已經講錯話講心裡話而已 對 但是他的心裡話 其實傷害了非常非常多人 因為以前 就算以前曾經對蔡英文 有一絲絲幻想的人 我看現在都完全破滅 因為這個人心裡頭 他就是個沒有良心的人 他基本上 我覺得我們中華民國找條狗來 都比他當總統要好 因為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他完全不在乎勞工的權益 你看他多次以來 這一次就完全擺明了 他就是其實你們怎麼樣 跟我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每天要來麻煩我 其實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情 你這麼大一個人 為什麼不好好處理自己的事情 我是總統 我很忙 我還要到各地去巡視 我那關係的東西很多 你們為什麼要把你們的責任 推到我的身上來 其實對他來講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因為他根本從來沒有在乎過 實際上 他自己在推行這些政策子 他為什麼覺得自己是空心 因為他認為政策推出去 我就推出去 都去剩下是你們的事 這個政策不是你們喜歡的嗎 所以我推了 推了剩下政策執行不了 是你們不配合 那我有什麼辦法 對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其實就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資方不配合 因為勞方不配合 你們自己的權益 自己都不會去爭取 我身為政府我有什麼辦法 我已經給你這麼好的東西 你們不會用 搞我什麼事 其實對他來講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心態 因為他從年輕的時候到現在 當然他過的生活 跟一般我們的平民百姓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一切都是安排得非常好的 所以他認為說 我已經很努力 我自己達成我自己的成就 我今天好不容易選上總統了 對不對 你看我有志者施進城 我都自力自強起來了 你們為什麼不能自力自強 為什麼一定都要我在旁邊 提醒你 對 這樣不會很累 你們做人要擔當一點 要負起自己的責任 對他來講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問題是蔡英文總統 你不要忘記 我們今天選你來當總統 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你去改變這個社會 把這個國家改造成一個 更美好的東西 而不是叫你出來推責而已 如果需要叫你出來推責 我剛剛已經講過 其實我們選條狗 絕對比選你當總統好 為什麼 因為狗至少不會做壞事 不會做亂 他頂多只是吃東西而已 你會每天在亂放炮 每天在搞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我也必須說 我們的發言人黃崇彥 當然那個精辟的 留給小玉等一下來批評 但是我必須說 黃崇彥他每一次 都用這種方式 就我覺得硬拗的方式去處理 這樣的發言人還四格嗎 我真的覺得這個發言人 第一個基本上 他邏輯本身就有問題 第二個這個人的心態有問題 他是一個會暴躁 易怒 情緒控管不當 還甚至會拿東西砸人的人 然後結果呢 結果他現在還當發言人 然後每天不斷在嗆記者 然後每天莫名其妙 在幫政府做辯護 我覺得蔡英文要他下來 恐怕很難 但是黃崇彥拜託你 趕快滾好不好 這個發言人叫塗脂抹粉 是塗死 然後抹越髒的 我就說他的保養方式錯誤 就政府被他越保養 化妝師痘痘越多 滿臉暗沉 做的是一個反效果的一個宣傳 我們待會兒就來談談 為什麼總統府發言人 幫曉雲總統的政策越抹越糟糕 我們休息片刻 好 我們趕快延續 剛剛廣告前點名到了 總統府的發言人黃崇彥 觀眾朋友透過中間新聞 鏡頭人常常看到他在發言 發言的內容 你覺得到底夠不夠專業 至少關於這起事件的一個分析 他在這邊說到什麼 整體事情他認為說 這樣的勞性法的修法之後 其實對資方發出很多 不同的一個聲音 表示資方是不滿意的 資方不滿意這個法 表示這個法的修正方向 是對勞工的保障 是更加實質的 看到這不曉得 發言人自己有沒有把整本的 一例修的修法給看清楚 還是說本身對勞工事務 真的是不太懂 但是名譽 據了解 這個問題多到還不止這一樁 所以這發言人發錯言的話 其實對蔡總統來很傷 就是資方不滿意 就代表勞方很開心 戳到資方這樣嗎 今天人家都告訴你 這叫做三書 不是那個 不是吳孟達三書 就是大家都輸 政府書 資方書 勞工也輸 資方不滿意等於保障勞方 問題是現在勞方也沒有感覺到 被保障到 對不對 像今天不是就有一個 人力資源公司 他做了一個民調嗎 就是表示說這個七成九的人 就是如果說春節過年 他們如果薪水要加倍的話 他們願意上班 問題是現在七成九的勞工 願意在這個前提自家上班 問題是現在有班也上不到 沒錯 因為剛剛盡平他就有講到說 他們家旁邊的7-11 他也是跟我們家旁邊 那個修車廠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大家現在就是老闆自己 親自跳下來 就是自己這樣 對 因為加班費的關係 又不想說人力成本上漲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自己跳下來做 所以現在就是說 黃松燕講說你資方不滿意 問題是勞方也沒有感覺保障到 然後民眾他也覺得 他的這個物價上漲 所以說是三書的局面 所以我不知道說 他這個神羅基哪來的 但是我覺得說 在一利一休的這個話上面 就是民進黨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狗急跳牆 他們講的話都非常奇怪 除了這個發言人的神羅基之外 包括之前吳秉睿 他也跳出來講說 如果反對的人 你們下次票可以不要投民進黨 提醒大家一下 對 就是這種很傲慢的心態 我要簡單講一下就是說 如果今天什麼事情 都用自立自強 最後來當這個結論來解決的話 我覺得以後政府 你要推什麼政策 我覺得大家都很難相信 譬如說你要推新南向政策 然後甚至說 總統這次在專機上面 他除了講一利休之外 他也談到說他想要帶大家 去中南美洲投資 第一個 就是如果你要去中南美洲投資 或者是新南向政策 萬一到時候要像以前一樣 那個戴勝通 如果說投資失利的話 總統最後的反應是不是說 以後你們要自己自立自強 我只是帶你們去 但是以後什麼投資設廠 人力保障什麼的 雖然像我開一條路 你趕快去 去就出事了 賠錢了 倒了 你們自立自強 不管我們去 對 就自打 以後就是生命自己會找到出口 所有事情 我也不背指示架 反正就是生命會找到出口 我不背指示架 所以最後的結論 都是自立自強 那因為也有人講說 總統你今天講到說 要帶這些產業 不管是一利休也好 或者是說你要帶他們 去中美洲投資 大家都會覺得說 好 你要實施這個政策 你為什麼不叫 你自己的關係產業 包括什麼正宗企業 東道公司 富泰投資 都跟蔡佳有關係的 或是說你們家的人 自己不要去炒 這個浩泰 浩鼎的股票 或是炒宇昌的股票 你就是自己全部都去炒 中南美洲的地皮跟股票 那就是你自己的家族企業 你自己先去 那這次也沒有看到 你自己的家族企業 海胖王趕快去薩爾瓦多開分店 沒有 人家自己先 已經承認一中政策了 就要乖乖到留在大陸市場 兩邊睡覺沒關係 對啊 就是沒有看到 所有的綠色企業第一個 就跳出來說 好 我願意一中在美洲投資 我願意去這個新南向政策 更不用講別的 今天最新的 黃志芳第一個 推新南向政策的人 他不要說他陣亡了 他已經跑去當冒險董事長 那新南向政策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你看連帶頭的人都跑掉了 難怪你大家都要自立自強 所以我覺得總統 你這句話來講 是非常非常不恰當 你什麼東西都要自己自立自強 以後你推什麼政策 感覺都是你不負責任 然後你出了事 你也都不要來找我 反正大家自己自立自強就對了 孝辰哥 來評論一下 還沒有聽過您評論一下 這個黃雄彥總統的發言人 因為我也當過企業的所謂發言人 基本上企業的一個發言人 應該照理來講的話 就應該講 政府的發言人 也要比企業的發言人 要更延期 當然 當然要更延期 所謂的你發表出來的 任何一個言論或評論的話 你必須要先去 徵得上面的意見 這個是既定的程序 因為在企業裡面來講的話 今天我們董事長 如果今天要告訴我說 你要對話要講什麼東西 我自己本身要去斟酌 如果不斟酌的話 就出去的話 不只會損及到 整個的一個公司的傷慾 顯然我覺得 我們的政府發言人的話 就覺得滿怪異的 為什麼 他要嘛就是留間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要嘛就是 你有經過你的組織有沒有 同意就是說今天就是這麼樣說 如果這麼說的話 那糟糕了 那就回到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態度的根本問題 如果態度不佳 那麼相對的話 你講出來的話的內容 本身來講的話 就有一些偏頗 會讓大家造成不滿 這個本身來講的話 那就是一個我們大家講到說 你的根本本質上面 我們前面再回到一個 苦民所苦有沒有 沒有 是不是一個問題 如果說今天你沒有經過 上面組織這個同意的話 就下來一看 我跟你講 今天有沒有 既然資方有沒有 會抗議的話 那代表對勞方是有益 如果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你認為有沒有 這是你自己發言人 我今天弄出來的一個 所謂的浪漫巧思的話 很難的話 我告訴你 你發言人這樣的位置 做得不好 不OK 我會建議你跟民間企業發言人 去請益討教 這會比較好 另外的話 就剛前面有講到一個問題 我一直想講 剛才我們的總統講說 如果今天勞工有問題的話 跟老闆說 問題就來了 你敢跟老闆說嗎 我覺得我們的總統 是不是脫離勞工的 這樣子的一個生活太久了 不太了解 現在台灣的老闆的一些想法 跟心態是什麼 你代總敢跟我講 我一定明天要讓你好看 見不到明天的太陽有沒有 我所謂的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只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看不到明天 進公司的太陽 你今天下午晚上 你就立馬就掛 你現在就掛了 你可以睡到晚上 反正你不用來上班了 是 沒有錯 你可以睡到隔天一大早 太陽起來之後 沒有 當天就收掉 這個也顯然 你進脫離勞工太久了 當天我們就把東西就收好 拿一個箱子 你就給你滾了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 你如果說今天什麼東西 都要推給我們這位勞工的話 我覺得這樣要政府幹什麼 這是一個我覺得 最好笑的事情 回到我們剛剛講到 發言人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如果已經還在三互呼應的話 其實我不認為 你要做一個什麼好的化妝師 當老闆 幫老闆緣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你當發言人一個既定 一定要做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責任跟工作 但是我顯然覺得 你原來有點怪異的 因為你這個浪漫巧思 讓我聽起來真的非常的耳朵 有沒有 非常非常的痛 我現在是真的建議你 拜託去跟企業發言人 去請一討教 這個到底該好不好討教 今天如果黃發言人 在看我們的節目的話 真的趕緊做一些改正 否則狀況只會找 越朝這個 越遭的方向來前進 不過剛剛夏文哥講到 小燕總統是不是很久沒當勞工 小燕總統恐怕沒有當過勞工 他應該是沒當過勞工吧 他都是當股東 我只是講客氣話而已 所以完全沒辦法理解大家的心 好 再來我們繼續來關注 今天一開始節目開始的時候 又是帶大家關心到 另外一個重要的話題 勞工問題資本問題解決不了 但是民進黨的這些 民意代表們 倒是非常認真 在為自己的未來 在這裡謀出路 哪些事情 哪些政策有動可以鑽 我們剛好點到了要來做的是 地方制度法的一個修改 修改什麼 說起來好像也不是什麼大改 但是其實這卻是一個 非常關鍵的一個調整 現在六都都有各區的區長 區長應該怎麼來 為什麼這個時候 有人提出來了 要做這樣一個修改 未來的直轄市長 有權也可以來任命 誰誰誰來擔任區長 提案的是誰 畫面上看到這位 民進黨的新北市 選出來的立委叫做羅智正 好 小燕總統在新北市的一個選舉 到選總統 他出了很大的力氣 現在終於選上立委之後 接下來我們上禮拜五 可以告訴大家 他也是未來新北市長 民進黨會要出頭的 其中一位要參與的人士 那麼現在提出這樣的案子 是不是為的就是自己的未來 好 我們請右志長幫我們補充一下 他這個提案之後 其實不只他 陳廷飛 還有陳其邁 通通是要選直轄市長的人 今天要來做這個提案 其實我們簡單說 現行的地方製作法的規定 我跟大家講清楚 就是說市長 直轄市長 他可以指定區長人選 但這個區長的人選 必須要從常任文官裡面 挑出來 這是有規定的 但是羅智正包含了陳廷飛 還有陳其邁 還有陳來素美 這四個人的提案是說 以後不需要從常任文官系統裡面 我剛剛講了 換句話說 只要我市長喜歡你 你是阿貓 阿狗 爸爸 媽媽 叔叔 伯伯 爺爺 嬸神 弟弟 妹妹 奶奶 全部都可以來當區長 好 這樣的狀況 民進黨說 這是要做地方自治 給地方更多的自治權 不過我們就直接講了 也不用什麼 也許可能或許沒有 他就是在綁樁 因為當我可以指定區長的時候 區長當然是我好朋友 誰的票多 誰跟我的叫情好 我讓你當區長 以後你的票都投給我 就這麼剛好 剛剛提案的四個裡面有三個 羅智正想選新北 陳廷飛要選台南 陳其邁要選高雄 來 靖平 這不是選舉考量 什麼才是選舉考量 這當然是選舉考量 因為這個區長 你想像成包括台南 高雄 還有包括我們的桃園 就知道就是以前的 現在其他花蓮 新竹 還有包括苗栗的鄉鎮市 你想想像一下 一個區少則十幾十五十六萬人口 多則二十三十四十萬人口都有 他握的是非常大的一個資源 而且這個區長 現在都是公務人員 是九職等 十職等在任用 有分人口數 小區跟大區 就是等於鄉鎮市的鄉跟鎮 跟市他的職等會不一樣 這也是現行的公務人員 他們要升遷或者是 當作晉升的一個跳板 從市政府 不管是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 或是桃園市政府 他裡面的主要的一級的局處 放出來到各個區 去當區長之後 再回過頭來到市政府 去其他局處再歷練 從九職等 十職等 然後十一 十二職等 往上升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跟跳板 所以其實現在區長是公務人員 他們多少 會因為很多刑事作風 會謹守公務人員的任用法 和公務人員的資格來做 包括有時候接近總統大選的時候 立委選舉的時候 這個就很明顯 還有包括這個地方選舉 快要到了 明年實際上一年多 有些區長他所握的是 包括特別費 特資費 還有這個區裡面 好了 比如說今天我們在內湖區 內湖區裡面的 所有的道路的建設 一年的幾千萬幾億的預算 然後包括會刊 然後辦活動 都是直接從市政府 撥到區公所裡面 如果這個區長 他是機要任用的話 他幾乎就可以很多事情 就抱著這個市長的大腿就好了 為他同一個政黨的這個 因為他是屬於機要人員 他幾乎就是等於流水一樣 他就是一個跳板 然後隨時去補一個資歷 而且領這麼高薪 都是10萬塊以上 然後他就做那個事情 然後去做一個違反選舉中立 我們現在在議會質詢的時候 我常常會跟很多的區長講說 你們不要違反 公務人員的這個行政中立 尤其是你們這些區長 都是公務人員 他們自己也都點滴在心頭 所以在很多的刑事作風 都很小心 但是還是難免被抓到說 區長可能有違反 行政中立的這個事情 包括去幫同黨的立委 或者是總統候選人站台 包括去幫同黨的這個 憲議員 立法委員 民意代表同志去輔選 做這樣的一個證 甚至把公所的資源都倒給他 幫他去做一個會刊 幫他去做一個辦活動 舞台為他搭 類似這樣 很誇張 我跟你講公務人員都敢這樣 更換以後我任用機要的話 換一個不是公務人員的 不是公務人員 那個機要更趕 而且我跟大家講 真的公務人員當區長 他起碼很多事情 他會按照公務的體系來做 他們比較清楚公務的流程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乾脆開放區長民選算 如果你想要這樣搞 所以我覺得 一件事情要去補一個事情的動作 這不是一個好方法 你剛剛講那幾個立法委員 真的扣掉那個 上個禮拜傳出儀式 跟國會聯絡人要禮物的 這個陳奈樹美之外 他那個都選舉 對 其他幾乎都是準備 要禁足那當地的白禮 為了選舉 很容易讓人家看破手腳 而且人民老百姓會認為說 你這裡一個市 桃園 清北 台北 還有包括台南 高雄 動載都30幾個區 台中有20幾個區 所以每一個區區長 全部都改成 當然我相信他也不可能說 全部都公務人員任用 他們如果說改這個法 修通過之後地方制度法 以後這個機要任用 他可能1 2 2 3 3 1 不等 總之就會很多的機要人員 撒下去 我跟你講 那只會天下大亂 而且變成他們要人才栽培的 一個資料庫 人才的一個人才庫 他們打算將來幫他們競選 議員 市長 或者是立法委員的時候 可以變成一個仇佣職 這是一個最好的一個官位 我跟你講 其實私底下有很多的 公務人員都在罵說 不希望這樣是嚴重破壞文官 跟這個地方制度法的 一個公務人員行政總理 其實我講白話 剛剛敬平講說 選上之後我可以來仇佣你 我可以告訴你說你來 但為什麼這三個立委 羅志正 想選新北 陳妮免選台南 陳妮免選高雄 現在就要搞這個 很簡單 我現在跟你講 這個法我推過以後 我要選市長說你來支持我 我選上 我讓你當局長 你就變成我的大中角了 要反過來推羅志 應該是這樣的 跑立法委跑那麼久的 邱明雲小姐 這三個人的用心 司馬超之心 路人皆知 不要跟我說你是地方自治 你就是選舉考量 很多人都會批評說 如果這個過的話 就是選舉綁樁跟仇佣 因為我剛剛有查一下 區長的薪水大概是8萬 8萬到起跳 現在好像是8萬6左右 對 區長薪水不低 還有很多特質費 你看不到的費用 加起來大概一個月薪 大概十幾萬左右 對 所以區長 其實他掌握的權力還滿大 說實在 如果說 他今天最主要為人詬病的部分 是說以後區長得以機要 機要人員任用 機要我們說的大白話 就是所謂的親信 對 你今天如果說 我今天我是市長 我當選市長 譬如說像羅志正 如果要當選新北市長 或是陳其白當選高選市長 然後陳廷飛當選了台南市長 如果要當選市長之後 他如果任用機要去當區長的話 他不會任用別人的 他會任用一個國民黨的人 去當區長嗎 當然不會 而且說實在的 如果說今天以 譬如說我隨便講 譬如說陳廷飛 他可能是政國會的 他也不會去任用一個新潮流的 不同派系 我自己也去當區長 我的新婦 這很正常 這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他一定是任用 自己的新婦 自己的人 然後譬如說你可能去地方上 去傾聽民意 收集民情 然後你回來 什麼事情都告訴我 如果說今天不是自己的機要 或者不是自己的新婦 他可能會跟這個市長的 這個是有落差的 他就能聽到什麼 他也不見得會跟市長回報 所以他一定要用 他自己的機要跟新婦 所以為別人詬病的是在這裡 就是大家擔心說以後區長 就變成市長的權力極大化 然後甚至就是集中所有市長的 這個權力跟資源在手上 為什麼大家會關心 擔心在這裡 他還有一個為人詬病是說 自從民進黨政府上任之後 他很多東西權力都一把抓 包括他之前才剛剛通過 三級文官任用制度 他也是把這個什麼 三級機關的這個首長 改為政務首長任命 對 大家都會認為說 很多文官為什麼會 會抱怨的地方是說 你已經阻擋了 我正常的升遷管道 你看一般我要從基本的科研 這樣一路做 我好不容易有一個升官的機會 如果我有機會可以升到 譬如說三級機關首長的話 現在你敢用政治任用的話 我上面隨便就是卡一個 空降來的 跳槽來的 我要升官 我要等到什麼時候 而且我是不是 如果我想要升官 我想要當三級機關首長的話 我要看我上面的主職是誰 是民進黨 還是國民黨 還是說我要投其所好 就大家會有這樣子的疑慮 我以後是不是都要拍馬屁 我才能夠升得上去 不然以前我都是靠考試 或是我靠考核 以前是正常的升官管道 現在不是 對不對 你根本不用講說 大家講說現在民進黨 就是上台之後 吃相的這個速度 比國民黨甚至還要快 他國營事業也是用自己人 然後不當黨產委員會 也通通都是用自己人 現在連區長都用自己人 難怪今天有人就會質疑說 你今天連區長都用自己人的話 你未來的鄉鎮市長 全部都改為官派 通通改為自己人好了 他們就想要改官派 他們就想要改官派 全部都改官派 就是剛剛施誠哥 還有開玩笑的講說 以後我們連這個政論來賓 全部都改官派好了 對啊 因為大家都看不到 不是不可能 對 真的好 就乾脆你們 所以台軍人來上 都講你們的好話 所以以後就變成這個 政策的辯護 而不是說我們政策的討論 或是政策的攻防 因為以後全部通通 大家都看不到我們了 因為以後全部都要改成官派 所以這就變得很奇怪 大家就是 難怪也有人今天批評講說 你乾脆以後宣布 民進黨永遠執政好了 因為你全部通通改為官派 你就不會 就在野黨很難會再有競爭的機會 而且像近平我講得非常 我覺得他講得很有道理 就是說以後你這個區長 或是你上陣市長 如果改為官派 就會變成你民進黨 自己執政培養的人才 因為如果你想要當這些首長的話 你就要先加入民進黨 而且你要成為心腹自己人 你才有辦法 幫我多拉一點票 不然你就沒辦法 以後一般正常文官是沒辦法 所以我們聽到這裡 包括明玉剛前面 近平的一個分析 大家會覺得似乘相似 這不就是當年民進黨 一路從穿草鞋 到現在能夠執政過程當中 在罵國民黨的問題嗎 國民黨還沒有那麼明目張膽 明目感 民黨現在是從中央先修法 地方也要修法 是 地方也要修法 所以這個是非常恐怖的 一個思維跟做法 全部都變成所謂的官派 情況之下我們看到很簡單 剛點到四個人當中 有三個就是要做選舉的 這位桃園陳賴素美 結果素行也不良 還跟人家要東西 現在被人家發現 這是這樣的一個水準 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如果都是這樣的水準 要做這樣的修法 觀眾朋友可以接受嗎 民進黨講派系講派系 現在發現 未來也要派系治世 已經派系的治國 接下來派系治世 好 請教師誠 所以這個一路 到那個最底層去 文官沒有未來的 大家不用再考公務員了 你知道我上完這個節目 我看聽完各位講解 我只有一個感想 我好後悔 後悔什麼 沒事監督什麼民進黨 對啊 你就當 完全沒機會 先驚難買早知道 萬般無奈沒想到 我如果開始拍馬屁 說不定弄個區長來幹 一個月八 九萬再這樣 我跟你講 民運還不只當有選舉的時候 好看很多 對不對 這邊講到老爺還沒有多少錢 真的是很慘 我跟你講 我認為民進黨上輩子是餓死的 所以這輩子是政壇的小林尊 看到什麼就吃什麼 吃得又快又準 你知道嗎 剛剛講 各位 我覺得民進黨上台之後 他東西不夠吃 就跟那個在天文奇觀裡面 那個黑洞一樣 不夠吃 以為我們一開始政府 有4000到6000個職位 不夠 很多了 不夠吃 於是乎把那些沒有 本來沒有無幾職的 包括農科院的院長 包括一些華旅 全部改派 改成有幾職的 還是不夠 怎麼辦 於是乎各部會的機要 也是我自己的人 包括前兩天 不是應該已經下台 海基會的處長跟我說 民進黨說你趕快兩個禮拜 趕快把我趕快走人 他本來叫他更快下台 因為他事情沒有交接好 結果底下的處長這些 他也要 通通要 然後剛剛民運講到了 常任文官 對不起我又變成政務官 政務官什麼意思 我自己我派我自己人 你不用經過考試 我又派我自己人 現在連區長都要派自己人 你知道這樣有個好處 我以後執政現在就好 滿朝文武都是我民進黨的人 我還執個什麼政 以後只要一選舉 都也是我的人 都是我的樁腳 都是我矮下子的人都過了 然後對不起 國民黨永遠不要執政了 因為我等於就是 民主皇帝制 對 就帝制 就是我自己的人 表面上是民主 怎麼算我自己的人 不然你要怎麼樣 不是 可是民黨真是厲害 你以為這些 只有這些人在講話嗎 你以為這些東西不會過嗎 請注意 小英總統不管是誰 他們要推的東西 因為他們所有的政權治權 地方的權力 全部在他們手上 要推什麼 一定過 過了以後 然後 然後都我自己的人 不然是別人做 你以後再叫 不要再叫了 你以為那個名譽 你以為開玩笑 說這個以後名準是官派 請回憶一個事情 陳人扁執政的時候 除了中視以外 兩個無線台 都曾經開過罵在野黨的政論 不是沒有幹過 所以你說會不會做 會做 以前我們現在助責代表 現在助責當新聞局長的時候 在立法院講什麼 你們國民黨 你們國民黨 這跟白宮發言人講 現在白宮發言人講 你們民主黨 民主黨 這種如果這種話是要下台的 可是對不起 黃崇燕現在講這話 你以為沒有經過受益嗎 你以為他自己大豬島 自己亂講的嗎 一定是有經過受益的 所以你以為是亂講的 我覺得政府這樣下來 以後我們這個節目要開八個小時 才討論完當天發生的事情 因為第二天又發生八個事情 真的是很可怕 從中央 剛剛小玉提到了 在去年的執政決策期的會議上面 就已經任命說 中央的機關三級首長 那麼以後可以政務任用 也就是說我找誰來都可以 好 中央這樣地方 現在區長也要變成是 我喜歡誰 我就派誰去 好 這個 秉閣 剛剛應該是施誠哥 小玉提有講到的 這凸顯的是一個什麼 除了第一 綁裝文化 喝漆醜陋 吃香難看之外 民進黨的肥缺真的不夠 放自己人放不夠 所以現在連這種 大到那種年薪幾千萬的 什麼董事長 國營事業 小到一個月薪十萬的區長 你都不放過 他通通都要 其實我爸以前就是區長 我爸是一路從市政府的專員 然後到秘書 到主任秘書一路升到區長去的 區長大家以為這個職位 真的是沒什麼事好幹嗎 根本不是 區長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第一個 他為什麼要一路的循序漸進 然後他在公務人員 至少二三十年的歷練 因為他對整個地方制度 要非常的熟悉 他對當地也要非常程度的了解 然後你對所有的事務 怎麼去執行 你都要有一定的概念 你現在莫名其妙 就隨便找一個 阿薩布魯人 只要是你跟他好了 你就把他拿來當區長 這個人不會把那個區政 搞得亂七八糟嗎 你們都不擔心這個問題嗎 外行領導那一行 是 實際上現在民進黨政府 你們都沒注意到一件事情嗎 你們的行政院院長 到現在關心最大的事情就是 哪裡可以抓蛇 哪裡可以抓蜜蜂 然後你們的環保署長 半年來最大的政績 就是發現衛生紙可以丟垃圾桶 不是 可以丟馬桶 對 丟馬桶 故意大家為什麼丟馬桶 你們連個內閣都搞得 這麼烏煙瘴氣 每天提出來的政策 沒有一個隊的每天要亂七八糟 所有的配套都會吃 完全都沒有 你們居然還敢把手去伸到 一般的基層的單位去 你知道一般基層的單位去 其實我跟你講 比你現在所推出的所有政策 都對一般民眾來講更嚴重 因為你整個地方 如果都被你搞亂的話 中華民國不要活了 你是變成從根開始爛起 這種東西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然後像羅志正這些人 不要臉到這種程度 居然還好意思講說 這不是綁樁 這不是綁樁是為了什麼 我老講 那你解釋給我聽 他不是綁樁是為了什麼 為什麼要派你家的人 這不是莫名其妙嗎 所以我覺得拜託 吃相好看一點好不好 你們要抓什麼東西 至少你先做出一個內閣 表示你有能力 來領導中華民國 你們現在連基本的能力都沒有 還連地方都想要一把抓 這讓人家覺得 你們有沒有羞恥心 只是覺得你們這些人 真是瘋了 這麼暗 這麼貪吃 當年國民黨不就被你們罵嗎 從上到下 全部都被國民黨一手掌握 現在怎麼樣 換你們執政 你們也要來同樣的東西嗎 你們推翻國民黨的意義是什麼 我換一個比國民黨 更賊的人來嗎 這就是你們希望嗎 這就是台灣人想要的未來嗎 我相信絕對不是 所以我拜託你們這些人 把你們的髒手挪開 不要再做那麼犯賤的事情 靖平 我要問你的事 我們講說區長如果機要任用 第一個當然綁樁工具 然後第二個就是文官不滿 因為不公平 我在這邊訓練那麼久 我在這邊植服基層蹲了那麼久 爬了半天 好不容易要爬上區長位子的時候 一個空降 就把位子給卡走了 更可怕的是什麼 你要知道 現在包含連里長都要選舉了 區長本來就已經不用選舉了 但是還有常任文官制度 去保障他的素質 可是現在沒有選舉 不保障 這個人就是市長的人 區長剛剛講了 剛剛賓哥已經講了 他的權力很大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他的油水很多 今天如果找來一個 沒有民意基礎 又不受監督 而且市長極度信任的人 這個人要是想作亂的話 我跟你講 汙的不只是政府的預算 還有我們的納稅錢 這很可怕 很容易上下其手 所以我一直在講 區長掌握的預算 都是好幾億元以上 我們在市政府市議會 都要去監督 通常各個選區 好比說像我自己平鎮 我們中立其他的這個地區 該選區的議員會大概 不會特別去為難 那個區的區長 可是那個區的區長 他是公務人員 他帶領所有的公務體系 他對他們這整個公務體系 籌編來年度的新的一年預算 他負責 所以整個從上到下 他非常的遼落執掌 因為他們就是從公務體系 這樣子基層往上爬 從一開始高普考進去公務員 然後這樣子科員 然後到這個什麼專門委員 一路這樣上來的 從五 六 只等 七 只等 八 只等 九 只等 十 只等 這樣過來 所以還是多少會有點 讓人家信任 有那種信賴感 公務人員對他也有信賴感 照佑正剛講 如果來一個基要人員的話 以前的 如果在 比如說桃園好了 他以前還沒升格為直下市 就是桃園縣 什麼什麼平鎮市 中立市 新烏鄉 觀音鄉這樣子 那就跟其他縣市的 鄉鎮市長一樣 手握有大權 好歹他是一個有名義基礎的 因為他是經過幾千幾萬票 選上來之後 還有鄉鎮市民代表會監督他 去審他的預算 可是如果說以後真的直下市 你看以前台北市 都沒有這個問題 什麼時候去檢討 內湖局長是誰 南港局長是誰 然後局長是機要派 還是官派的公務人員 誰會去在乎 但是今天就是因為 卡到資源的分配 要整個大權一把抓 會讓這個 升格為直下市的 包括台北市在內的這六都 包括我們桃園 變成一個大的 很大的諸侯在自霸 一個大的這個地方的諸侯大派系 這樣一個資源就會抓得不對等 而且這樣一個機要人員 去當這個區公所的區長之後 他對底下 少則有幾十個公所人員 多則有上百個 上百個公務人員 全部都是 幾乎都是不是高普考 或是地方特考進來的 大部分都是有公務人任用資格 你要怎麼去帶他們 你要怎麼去做 這樣的一個了解 你又沒有民意基礎 然後你又沒有 以前的鄉鎮市民代表會顛督 在議會在審議算的時候 又幾乎這樣子一筆 就輕輕的帶過 因為他在民政局底下 算是二級機關 所以如果說今天區長 開放成機要人員任用 真的就像剛剛幾位來賓所講的 我可以大膽的預言 就是所謂的綁裝之外 酬庸之外 人才禁用的一個跳板 一個人才儲備的人才庫 以前市長身邊最重要的情形 都是拿來當什麼市長的秘書 市長辦公室的主任 市長辦公室副主任 或者是什麼發言人 市府的發言人 什麼新聞處處長之類的 或是研考會主委之類 以後這些都可以把它放出去 掌握這些區域的地方的勢力 很多區公所 很多區域的地方之類 他有些各地方的議員 連我們議員可能都會怕 地方的議員 不管是藍綠也好 或是無黨籍的 可能都要因為區長 改成機要的話 資源都沒有辦法下放 然後全部都是聽區 區域就是聽市政府的 我跟你講 以後就會對準一種 權力的不平衡 誰執政不管是藍或者是綠 誰在那個市執政 那個直轄市 幾乎他這個直轄市 他就是一個King 就市長可以透過這些區長 去大權一把抓 你這些議員 民意大表 這是立委不聽話 因為現在就單一選區兩票字 幾乎一個區域就選一個立委 你那個立委不聽話 或是怎麼樣 你就是要跟我配合 我就弄掉你 我用這個區域資源封殺你 這是很可怕的現象 這個完全是在破壞 不只剛剛講的文官體制 這個仇用整個綁裝 根本就在破壞 台灣的民主體制 我們待會兒回來繼續看 好 不過看到這 大家不要以為 這個區長 未來由機要人員來擔任 就已經讓你覺得 實在是民進黨太誇張 太離譜了 更離譜的還在這 好 這是桃園市長 鄭文才一看就認得他是誰 今天同步時間 看到這個最新資訊 你恐怕真的更要嚇一大跳 告訴你誰 林 里長應該要發年終獎金 好 這個里長 也是選舉出來的 好 那要發年終獎金 我們剛剛才在聊的 年經問題還沒解決 年經問題很大 就在年終獎金這一塊 現在桃園市長 鄭文才說 林 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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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最基層基層到不行了 就是我們身邊要問了什麼 水溝問題什麼問題 都要找他們的 是 他們要發年終獎金 這筆錢從何而來 而這樣子綁到一個徹底的地步 我請教那個孝誠哥 這綁到底了 那個真的是 其他政黨都沒有翻身的機會了 現在目前的狀況 已經符合了 古代武俠小說裡面有一句話 叫做一統天下有沒有 然後千秋萬事 我看不久的將來的話 我們應該要恢復所謂的低制 地制了 會有地制這種情況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 我也是不太能理解 如果要從里長這邊的話 也要 林 里長這邊要發水 年終獎金這種情況 慢慢慢慢 我們是不是從下面有沒有 一路往上推 如果大家通通領年終獎金 那問題就來了 現在很多的一些企業 一些勞工領不到年終獎金 今年 我說今年 當然你要講說 像某些大企有20個月 什麼八個月 七個月這樣子 其實很多的話 最多了不起一個月 甚至連一個月都不到 這樣大耳人戰 我一直不太理解這個問題 就是說過去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用同一套標準 跟同一套的一個說法上面來看 過去我們常常講說 今天有沒有多給一點什麼 我們就說這個叫賄賂 這叫綁莊有沒有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選錢行賄 現在這種情況的話 感覺是不是就有同樣的一個 味道在那邊 我覺得是有的 為什麼沒有 你今天 當然我沒有人錢會嫌少 很多里長講說 我辛苦了這樣子 這麼樣子的為選民服務 辛苦成這個樣子 你給我一點點用獎金 這樣子有為過嗎 我想很多的里長會這樣講 對不對 沒錯 但是我要先問一個問題 這個制度這樣下去的時候 我們現在台灣很有錢嗎 沒有吧 我們現在台灣 應該朋友很有錢吧 如果繼續再搞下去的話 我覺得問題會越來越糟糕 而且不要講說那個什麼 未來財政已經拖垮掉 現在就已經垮掉了 而且剛剛我說青出於藍 但有時候青還不見得會勝於藍 你看 這幾個想要選市長 沒當過市長 想選市長的 羅志正 陳廷飛 陳其邁 他們只想到綁區域長而已 所以要修法 區域長既要任用 但是你看我們講 僵是老的辣 看看人家為了要爭取連任 現在連林里長都要綁 這才叫高招 茗玉 如果年終獎金我記得的話 他好像是說想要考慮 給一個半月是不是 那是不得了得多 如果是要給一個半月的話 我覺得這就太扯了 完全比照公務員 以今年這個年終很不景氣的話 很多人是沒有 甚至連一個月都沒有 你是民選的林里長 你憑什麼拿年終獎金 而且坦白講如果說你真的 這樣總統不就要給年終獎金了嗎 如果真的退三萬部來講 你真的要把年終的話 年終每個人都有績效考核 對不對 譬如說有加義兵的 像我們也都要被考核ABC 如果說你可能拿C等 你可能根本連年終都沒有 這些林里長是不是也需要 績效考核 交給我們這些里民來打分數 有的里長就選上了 有的是萬年里長 是家族傳承的 像以前我們家族 世襲的里長 對 像我們以前 沒有人跟他選 對 像我們家以前那個里長 是老公做完 老婆做 老婆做完 媳婦做完 媳婦做完再傳給什麼 真的是萬年里長 那就是整個家族 是完全不會變的 是把里長當作家族 傳承事業在做 當然就是說現在的里長 可能有做一些事情 可是以前家族傳承的時候 可能他們每天 都沒有在做什麼 為什麼這種也可以林年終 我覺得大家都很不公平 而且事實上大家都知道說 其實大家都 里長的薪資已經算滿優渥的了 他一個月的話 就是有45000的事務費用 就當然是說 你要給他補助 他要做事 他不能沒錢 但是你看林林總統查了 三傑獎金現在那個 還沒砍掉對不對 里長三傑獎金還有 對 你更不用講 他平常還可以申請什麼 工程補助款 資源回收獎金 社區發展基金 你更不用講 還有減減的補助 每一年減減補助 你要辦自強活動 還有給你錢 還可以出國考察費用 還有機車補助45000塊 更不用講婚喪喜慶 你通通都可以去申請這些獎金 其實里長可以 不要說人家A 我們不要有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福 就是他可以申請零零種種的費用 已經加起來 如果你真的每個都給他仔細算的話 他一個月至少可以領到 十幾萬費用 不等 你說他可以領這麼多的錢 他還可以領到年終獎金 所以我就是說如果 也許他還有正常工作 對 里長是堅持的 當然有人會覺得說 不然你也來選里長 有些里長不服氣說 不然你也來選 但是我還要強調說 里長的初衷 他是要服務里民的 是要帶著一個有熱誠服務的心 來做這些鄉里服務的事情 而不是說為了這年終獎金 所以我會覺得說 對我們這些辛苦的勞工來講 就是說現在 如果說景氣好的話 大家發可能不會有意見 或是說現在景氣不好 真的很多勞工 都不見得會有年終獎金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你帶頭變相先A錢 我覺得真的是 難怪會讓人家懷疑說 你這是變相的酬庸跟榜庄 我覺得搞不好我們這現場 是一種所謂巧思創意 你知道為什麼這麼說 他如果說今天給大家 里長一個月或一個半月的話 說不定以後的話 我們勞動部有沒有就規範了 規範什麼 以後所有的勞工 年終獎金至少要一個半月 搞不好會有這樣子 平期的這個方式 到底全部都可以拿到錢來 對 如果說大家都有一個半月的話 我覺得真的 不只覺得今天大家都沒有 自立自強好不好 不可能的事情 不要想太多了 對 不是錢從你拿 哪裡來 這個很嚴重的事情 網友說你一個民選 你憑什麼拿錢 當然是納稅義務人的錢 像剛剛講 點到國庫已經很空虛 哪裡來的這些錢 他說這吃相太難看了 這叫綁莊 其實一般老百姓不是看不懂 所以事成大家不是看不懂 但是為什麼我們剛剛講到 要選市長的人 已經想到區長了 已經當市長了 想到林里長 我就跟你講說 他們現在全景一時 他們想什麼就想做什麼 就把嘴巴講出來 你能奈他何 我們這邊 我們常常講說 說我們年金也在省 然後年終慰問金也在省 這裡省一點 那裡省一點 然後推一下一下就無意 花別 花你們這些楷子的錢 我當然花你們的錢 綁我的樁又不違法 好 要我當 我都學起來了 市長 我都學起來 這些東西都非常棒 這些想法都非常好 我把好處放下去 綁住所有的人 我跟各位講 我跟各位講 你知道馬英九總統 為什麼沒有朋友 我舉兩個例子 他上台之後 他連總統府的志工都沒有換 那些志工是 是阿扁那些 阿扁扁友會的 你知道他們怎麼介紹馬英九 看到馬英九的肖像 那個是裡面的志工跟我講的 真是夠 帶人去參觀總統府 2008年 真是夠 然後國民黨的不分區委員 跟我講 那時候當時他說 政黨輪替之後 本來有一批人 可以因為預算的關係 可以換一批人 給他們有工作 然後馬總統就說 我把他們換掉之後 他們就沒有工作了 很可惜 後來那個不分區的委員心裡 很乾 他也是工商界 你把他們換掉沒工作 原來支持你的那些人 他們也沒有工作 他們在等這份工作 對 他們在等 結果你不換 這就是為什麼馬總統後來 這個馬王政爭一打以後 我的朋友都沒去 國民黨沒有朋友 我是說這是一例 我覺得政壇當然需要朋友 可是應該在遊戲規則之下 去規範你怎麼樣去 挨一下子你的朋友 美國當然也有 美國有些遊說團體怎麼樣 就算是川普他也不會現在 花國家預算是挨一下子他的朋友 他也會用一些原來的職位 可是現在民進黨不一樣 我不夠本來 不好意思 不夠本來 就花國家的錢 花國家的預算 用國家的位置 事務官 事務官不不夠 政務官不難到 就現在在幹這種事情 而且我再講一次 請注意 才執政不到一年 阿爸還要分什麼東西我不知道 現在這些想法 第二 各位 你不要以為 不會實行 不會做到 他想做的事情 如果他力量大 全力夠的話 應該會做得到 而且里長如果都是他的樁腳 透過里長 里長說好啊 好啊 變成一股風潮 一股勢力 全國里長這樣子 大家都有錢錢而已 我是里長我也買 問題是 請問一下 就我們常常講說 你不要跟我講信賴保護原則 原來公務體系 他們那些年金 本來是政府答應發給我的 沒有 不見了 現在我本來就沒有的 我現在發錢給你 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政府還能夠繼續 維持公務員心理的正常狀態嗎 這個東西你說怎麼辦 而且我跟你講 他那種大小眼是 再明顯不過的大小眼 跟我有關係 搞不好的 好坑的絕對有 如果搞不好的 你們這些人 對不起 自立自強 搞不好以後 那個里長就開始官派了 林長有可能 一條片 從林長開始官派到里長 里長上去區長 區長上去到市長上去 你知道以前他說 國民黨吃 用那個湯匙吃 民進黨吃 用怪手去吃 現在怪手又吃不夠 可能太空船要摸來頭 我覺得我跟你講 實在是吃相太難看了 而且如果你說 你政務做得好就算了 說你政策做得好 人民真的過得很好就算了 沒有 什麼都沒有 只有看到你們在吃而已 請問一下這是什麼政府 其實民進黨吃相更難看的 在這裡 剛剛我們都說從政壇 中央到地方 大到小 他全部都要綁裝 現在更離譜的是 他連公關公司這一塊 都想去綁 為什麼 來 我們看到了 行政院在去年底 他們就分析了 發現說 怎麼我們政府部門的標案 標給的都不是 青綠的公關公司 怎麼會標給這些青藍的呢 所以就發了一個公文 告訴大家說 我現在把這些公關公司的 背景告訴你了 以後你們要發包 要公開招標的時候 請注意哪些背景的人 跟我們比較好 把標案盡量給人家 這不是綁裝嗎 我說第一 這叫圖利 跟我好的我就圖利 我就把標案都給你 第二 也是綁裝 大家不要想看公關公司 很多公關公司的高層 老闆他的政商人脈 非常非常廣 我幫你一個 我連帶綁好多人 來 丁哥 其實我覺得這個 就是非常擺明的 他們要從各種方式 其實包括剛剛的那些 所謂包括村里長 然後包括這些東西 他其實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要用各種方法 把國民黨所有的勢力 趕盡殺絕 讓你永世不得超神 這就是他最重要的目的 因為現在公關公司 如果不小心用到藍的 你讓藍的喝到湯 那這些藍的就會 繼續因魂不散 繼續存在 所以你絕對不能讓他們 有絲毫的機會 你當然所有這些公關要用 就全部都是我們綠的 最好林底長什麼全部都是 大家全部親一色 永遠沒有任何藍的存在 是他們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問題是你要做 我拜託你們做得好看一點好不好 怎麼還敢發公文 其實我說真的 你說以前國民黨會不會 去找比較親他們藍的公司 當然會 當然會 但是人家不會這麼明目張膽 不會這麼低級 去做這種事情 我私底下偷偷講會不會 拜託 民底黨的人都跟蔡英文一樣 你不看讀稿記你就記不起來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你不看這個名單 你就記不起來 哪一間公司是誰開的嗎 你們真的有訓到這種地步嗎 要不要重新回去小學念一遍 還是要去把唐師戰敗所背一下 不然的話 你們怎麼會 這種東西你自己 私底下心知肚明就好 老實說你心知肚明 你真的就硬去找那些綠的公司 我們也拿你沒責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證據 你現在擺明的證據拿出來 就被人家抓到了 你還說這國民黨時代就有 你在騙誰 拜託好不好 國民黨沒像你那麼笨好不好 人家做的話不會被你抓到了 不像你那麼蠢 所以我覺得 民進黨會這樣想我不意外 因為他們本來就非常 賭籃國民黨 也希望把國民黨 最好全部砍光 鬥到垮 跟你有關係的 組織企業公司 我全部都要鬥口 我跟你講到現在為止 民進黨的內部還很多人 包括他們的支持者都說 國民黨不倒 台灣不會好 一定要趕盡殺絕 一定要讓國民黨 永遠在台灣消失 你知道 他們的就是這樣 對共黨有強烈的仇恨感在 沒關係 你有強烈的仇恨感 是你家的事 但是問題是 你做得好看一點 拜託 做得漂亮一點 台灣人你都這麼蠢嗎 台灣都培養出像你們這些蠢蛋嗎 一定要做得這麼難看嗎 我覺得很多事情 你們有另外的方式可以去做 像剛剛那個村里長 說要年終獎金 我拜託 桃園市政府是很有錢嗎 奇怪 台北市政府都已經窮到重陽街 金桃李金都要刪掉了 結果你台灣市政府這麼有錢 你明年 我跟你講 你那個統籌分配款 你不准再要 你太多錢了 你要錢幹什麼 這是莫名其妙 我覺得鄭文燦 你不要做這麼低級的事情 好不好 真的讓人家看破嘴角 還說你怎麼胖粥魚 我看蠢粥魚 怎麼會做這麼愚蠢的事情 真的拜託不要再丟人些影 鄭文燦可是小英主席的 非常非常得意的門家 而且重點是什麼 看到柯P把這個 從陽補助金都給砍掉之後 其實民調是一直直落了 所以不能砍錢 一定要繼續的發錢 才能連任 是的 待會回來繼續討論 民進黨做到淋漓盡致的地步 公安公司是藍視率 現在都標得非常之清楚 但據了解連評審委員 也會標註得很清楚 這不叫公開招標嗎 靖平 這不叫公開招標嗎 怎麼還能標示 這個是公開招標 像這個國中心講的 是公開招標 我怎麼可以告訴你說 我跟你講 你就只可以給這兩家 因為這兩家跟我們比較好 其他家都不能給 這違法了吧 這其實公開招標的 先講以前 這個是我以前待過的一個 公關公司 威肯公關他的子公司 威亞公關公司 然後後來他們得標了 經濟部的語情監測 跟這樣的一個政策分析案子 大概是800萬一年的預算 這個案子後來其實 在過去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其實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開始標了 在貶政府的時候 後來歷經馬英九時代 後來一直標到現在 幾乎每年 因為他們已經做了合作 有這樣的一個經驗跟默契 然後每年這樣的一個 在截標 或者是整個在互動的時候 其實他們如果做得不好 人家早就經濟一波 或交通不要他們就換掉 後來這個事情 被綠營關係很好的 趨勢民調公司 然後他們有一個新聞網 他們在網路上 就把它撲出來了 他說以前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都是就扁政府執政的時候 我們都是可以給綠營的 公安公司去標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就不去標了 然後都是跟國民黨比較好的 就是像剛剛講的 威肯威亞 他的御用公安公司去標 所以為什麼民進黨 現在重新執政了 還要給這些跟國民黨 關係很好的公安 就拿出來批 後來這篇文章被段儀康 曲棍求康他們幾個立委 注意到了 然後就開始大罵 然後就開始消化醫生的時候 發現真的是這個樣子 事實上我剛剛講 後來PO文的那個公安公司 還有包括他的所謂的媒體 他們跟民進黨的關係都很好 我剛才特別講過了 甚至故意把這個現象 給凸顯出來 所以後來才引起 這些民進黨立委注意 然後立委裡面也有派系 民進黨當然也有他很好的 關係好的公安公司 比如說像維琴 比如說像千鼎 像維琴公安公司 之前還是法務部長邱泰山 當董事長 後來他入閣之後 就變成賴靜寧 他們都是跟新潮流很好的 幾個派系 幾個一起投資的 所以其實民進黨 以前還沒有完全執政的時候 他們就是靠在選舉文宣 還有公安公司的吃飯 混飯吃 就是他們這是唯一的 混飯的來源 你現在他們完全沒有了 就是現在是要一邊罵蔡英文 他跟著我們罵蔡英文 要一邊批評政府 然後一邊藥堂吃 就是吃相會變得很難看 所以才會變成說 把這個現象凸顯出來 不要再用國民黨的這個 跟關係很好的公安公司 而且還把裡面 著名誰誰誰的關係 比如說他著名有一個公安公司 他就說這個公安公司的負責人 是以前朱立倫時代 就幫朱立倫2001年 2002年 幫他打桃園縣堂選戰 一路到新北市長 是他的表弟 講這個金志玉 也是我們認識的一個朋友 然後就說是朱立倫的表弟 是不是 言下之意就是說 你們要用他這個公安公司的標案 要他承包政府的什麼標案 說你要想清楚 這跟朱立倫關係很好 對 你要用他的公司 來做我們的標案 他是朱立倫的表弟 你用他的公司的話你試試看 就是變成 可是考慮清楚是你試試看 其實宥正就是你那個味道 就是要排除掉 但是你把這些綠字背的挑出來 就要善待這些綠字背的 藍字背或是藍的關係很好 你敢用你試試看這種 你又怎麼樣 你難道就可以指定自己人嗎 因為這種就是政府採購法 公開招標 難不成政府採購法裡面會分 藍的綠的誰得標 誰綠的可以得標 藍的不可以得標嗎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很好笑的 以前這個時代 後來我還聽公安公司 以前的老同事講 他們去這個簡報的時候 還有這個民進黨的關係 很好的公安公司 就跑去跟某個部會簡報的時候 就說以前國民黨執政 我們都不會去承包 我們也不會去投標 避免自取其辱 國民黨也不會用我們 他們也完全沒說 可是現在民進黨蔡英文執政 大家都要有分道 都要有東西吃 所以我們現在全部一起得標了 這個隔壁指標ABC 我們都是跟民進黨關係 直接嗆得很明 直接跟簡報的評審委員 和官員直接這樣子講 說我們就是跟民進黨關係很好 所以我們今天都來投標了 請問你 這樣的公安公司 他的品質 你有沒有在注意到 你有沒有在注意到 他過往做了一個績效 你只是從藍綠 意思形態去區分嗎 事實上很多地方縣市政府 包括我們桃園在內 很多的地方縣市 幾乎都用了跟民進黨 或是長期配合的 這些公安公司廠商 給他們去做這些地方政府的標案 包括文宣 包括媒體廣告宣傳等等 現在連中央都要這樣做 我記得蔡英文以前講說 執政不是幾乎要跑去 這句話是講反話 我們現在執政的 就是幾乎要跑去 而且連個肉渣跟湯 都不給你喝 你們滾出去 不要來分這些東西 這不是吃相難看到幾點 剛剛講很多什麼人事 獎金 籌用 連這個都要分 而且這難道不是指定 又圖利自己人 這不是會有這個違法的嫌疑嗎 我們說民進黨 都是爭碗拿去以後 就吃碗內又看碗外 我們講國語 吃碗內又看碗外 可是我跟你講民進黨常常是 碗內的東西都吃得掉滿地 嘴巴上破洞 要邊吃邊掉 邊吃邊掉 然後一直要進碗外的來吃 剛剛這幾個立委不是嗎 你立委都做不好了 你還滿都想著要選 這個先制首長 還有一個人是誰 立法院長蘇嘉全 當立法院長好像一個橡皮圖章 被人家說沒什麼用 然後想要跟蔡英文承接上議 但是位子又被柯建民搶走 結果立法院長這碗飯 還沒捧好 還沒捧穩 還沒吃完 他現在傳出 他還想當行政院長 那不是一樣的道理嗎 立委當不好要選先制首長 立法院長當不好 想當行政院長 民進黨都是這樣 雄心壯志 說實在的 就是說這篇報導 沒有尷尬 蘇院長在看你 我以前上節目的時候 他說他要好好看中間的大政 如果蘇院長能夠吃一個 稱職的隔魁的話 也不見得是壞事 對啊 蘇院長邱明義要發言 請坐下來 我們過年 大家要說好話做好事 應該是說 就是說他這個蘇家權 有機向可循 蘇家權想要再更上一層樓 其實你說做行政院長 算是更上一層樓 就五院院長是平行的 你要更上一層樓 但是因為他在立法院 現在有點無用的 他現在立法院隱身書 如果到了隔魁的位置上 說不定重新受重用 好 我這個應該話回來講 就是說應該是有人放話 因為事實上這個 說他想要去做行政院長這件事情 是某一個週刊寫 而且這個週刊 已經連續寫了兩次 對 已經連續兩次 而且就是同樣的議題 就一直寫這樣子 大家就會 今天蘇家權他也出來講了 他就反問就是說 這是一個假議題 他還反問記者說 你覺得這是有可能的嗎 但是我必須說 以現在的態勢來講 就是說他立法院長做得好好的 就是說如果說他被架空的話 就做一個行政中立只會敲議事錘 這是週刊寫的 就是說他只是會敲一個議事錘的 這個立法院長 他如果說以現在的態勢 他會想去做行政院長 現在行政院長誰來做誰被罵 而且要擦很多的這個 擦很多的屁股 所以我覺得以這個態勢來講 就算他想要做行政院長 應該也不是這個時候 不過必須坦白講 就是說以他現在在立法院的 一個困難來講 因為蔡英文在當選的時候 就把國會議長 就是塑造成說一個國會總理 也就是說他就是什麼事都不管 就像以前老王什麼黑箱 在瞧瞧瞧 現在就是說 又把這個國會議事 變透明化之後 他想要再做這種 僑事情的功能 可能會比較減少 當然有人會講說 僑會在你們看不到的地方 這個我們當然是 就是這個另外再說 但是目前為止 以現在他做到這種程度 譬如說你包括朝野協商 都要勾開透明 大家直播的一個狀況之下 現在看起來他是對議事的 你要說他被架空也好 或是說他沒有辦法去插手也好 甚至有人會形容說 柯建民是地下院長也好 這是一個態勢 但是我必須談到 找到一個有趣的事情 好 我們可以休息一會 回來有趣的事情 再來繼續講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好 趕快給邱明玉 來 剛剛蘇嘉全院長 還有什麼有趣的事 有趣的事... 有嗎 有什麼有趣的事 你剛剛說的 好啦 就是 就是我聽就是說 這一次的會期 本來不是說民進黨立推 要七個法案嗎 後來不是被刪到說 只剩下兩個法案 一個長照法 一個電業法 就是蘇嘉全黨的 對 就是話是你說的有沒有 就是有這個消息是傳說 就是說民進黨 民進黨那一隊他有點不滿 就是說這個感覺有點 蘇嘉全辦事不利 不然就是 人家都傻眼對不對 對 那換你來講 對 這件事情 當然就是有很多一些 辦公室的傳聞 他們自己的坦誠說 都有聽到這些傳聞 就是說所有的風球 風向球都指向了蘇嘉全 但是就是我有聽到說 蘇嘉全就是也很不滿 就是說這些爆料 就是說他覺得說 他只是一個國會議長的角色 事實上朝野時常喬的時候 大家都在場 怎麼會大家喬好之後 最後所有的結果 叫他吞下去 所以當時不是有人講要 不是有人還嗆他說 不然你自己打電話 自己解決 自己打電話給總統 他當場就直接打電話給總統 他真的有打 而且在兩個 這稱他的人是 兩個總召的面前 就直接打電話給總統 然後就跟他報告 反正大家要比說 大家後台的實力硬 誰跟總統比較好 對 我也有吧 我也可以直達天青 你是可以直達天青嗎 我不曉得為什麼大家 把這個人事案 把他講得這樣子 好像那麼悲情那種感覺 你想想看 當立法院長之後 再當行政院長 都多麼的立志 代表他根本就是個人才 馬上就要上去當總統 是不是 你看又可以當立法院長 又可以當行政院長的話 這樣子的一個人才 對 名譽你說是不是 對 我覺得 終於是打給總統 大家要有成人之後 對不對 你不會讓名譽繼續說 沒有 今天這是過年特別節目嗎 所以他在誰密請打電話的 就是在兩個總召 在這個國民黨總召 跟民黨總召 其中一個是上前面 被吐口水那個 對 總召就是兩個 他就上要打電話 就是說我也 就是打給總統府的秘書長 代代部秘書長 就是一直說 我也可以直達天青 而且就是